直接通过小株断进入大株断 看到我们中国的航天员推开了这扇门 身后是烟火红尘 门内是大海星辰 中国航天员进入了天空和新操 也迈入了空间战时代 迈入了我国太空科研应用的新时代 小株断比大株断看起来要窄很多 好 李博明也在通过舱门进入小株断 我们看到连海生刚才姿势很潇洒 很快就固定住了 他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这个姿势 以比较好的姿态进入天河山 没问题 还是不太好控制 好 稳住 好的 刘伯明稳住了 我们有两名航天员进入天河核心档了 他们面前的这就是视频的通讯设备是吧 对 它有一些控制的仪表板 哦 基本的仪表板 这个三个屏幕 对 这几个区域呢 整个大株断的话是由好几个区组成的 嗯 因为有一般的仪表板 仪表区域 那这是现在是 唐红波 这是第一次进入这么大的空间 对 直接直接飘过轨道舱 他要学会控制啊 看来还是控制得不错的 因为他要在返回上担任一些通讯的 跟地面沟通的工作 嗯 因为尼海胜那边 我看已经戴上头戴 他这边接上线 对 唐红波就可以过来了 对 从尼海胜这儿来保持地面 对 对 有一个至少保持 还会带上头 azt 上转率 这事情